今天和各位說的是茶裏的普利茶 至於其他烏龍茶、泡茶的茶具 另有專家會說 我今天只是說普利 而且說普利只是告訴你 很多你在市面買普利時聽到的術語 或者在拍賣會 現在普利茶最近十幾二十年都上了拍賣會 古董那些普利因為幾萬到幾十 甚至以三百萬一餅都有 就有拍賣這回事 你去到拿著一本目錄 你都要知道它說的是甚麼 普利其實是中國雲南省一個地方的名字 那裏出雲南省出的茶 最後被人叫做普利茶 這裏有一條河 藍色這就是那條蘭倉江 江外的左邊又有六大茶山 因為茶書一般跟人介紹茶 多數老師及書都是以六種顏色分類 綠茶白茶黃茶青茶黑茶紅茶 有些人認為以製茶的三種方法來分類 就比較全面一點 第一種叫做不發酵的 第二種是半發酵 第三種經過很多小事全發酵的 分別就是不發酵叫做綠茶 半發酵叫做烏龍茶 全發酵叫做紅茶 雲南省的茶在這三種做法之外 有另外的它主要是少曬 少曬少曬 不是很多小事來曝曬 不肯曬得不得了 或者反覆抄很多次不是的 那做了主要是以前 由清朝到1972年以來的那些 基本上我們都叫做生茶 叫做生泡 生茶做成一個餅 叫做生餅 文化部有些學者叫做曬青毛茶 毛就是沒有處理 但它輕微曬青的 然後做了之後 無論做成茶餅、散茶液或茶磚 存放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才說純化變成茶黃素變成茶紅素 才好喝 中國、廣州、東南亞那些 廣東人茶商、香港茶商 都挖空心思想說 能不能夠不用擺一、二十年 擺幾個月 六到八個禮拜就能夠 那些茶衝出來不是青青澀澀澀色 是紅色 喝起來也可以 那最後就想到一個方法 主要是香港人發明的 這個方法現在被命名為屋堆 屋堆即是很簡單 向一間屋裡加水 所以有這個屋字 因為茶裡面有一件事叫做茶多粉 接觸空氣 它就會有霉觸反應 以前以為是微生物使得茶葉發酵 但現在農業大學那些科學家認為 茶葉裡面不用空氣裡面有微生物 茶葉裡面都自然有酵素 所以生泡傳了幾十年 其實都會輕微發酵 變成輕微的熟茶 但我們仍然叫做生茶 這個就是前幾年做屋堆的 這間屋是特製的 不是用黃泥地的 原來是這樣發酵的 當然有人不一定這樣 有很多種的灑水方法 普利的樹種 如果你去到雲南參觀 多數情形你會看到山坡上 好像梯田那樣 一格一格梯田 普利樹都是很矮的 到你胸口那樣 其實以前的普利樹在山 或者深山裡面長的 都是有十呎二十多呎 甚至一百六十呎高 仍然生存能夠出茶葉 普利茶也都分 由很小的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五級、六 一直到十級 那做茶邊最好喝呢? 喝的人認為是三級、四級、五級的茶葉是很好吃的 這個就是整成梯田 很多萬噸的一定就是這些矮樹 我們叫做台地茶 或者叫做茶園茶 那些茶葉當然會小快些 叫做小葉普利 來到香港 普利茶 如果是散茶就佔地方 是吧? 餅茶就壓得緊些 那又說了要儲存一、二十年 那時候通常茶商會 頭三幾年、三到四年 找些潮濕的倉裡儲存 就不是一餅餅擺的 它就是七餅一銅 十二銅一枝 香港人叫做枝 用竹枝來製成一個框 北方話叫做框 這樣一枝枝就存 一枝就有八十四餅 傳到上天花板 這個就是新派港倉傳 還有溫度那樣東西 普利茶形 一筆帶過 有餅形 習慣都是十六兩乘的九兩 就是三百五十七克 一公斤就是一千克 有些是造成一個碗形 有一個洞 讓它不要太緊 中間就容易接著空氣 傳起來都容易 有些是一磚磚 有大中細磚 一圓形的叫做一餅 這個有一張包裝紙 後面就因為有一個洞 有一個洞 所以這叫做圓茶 後面有一個洞 叫做鍋 七餅就是一銅 由清朝以來都是七餅一銅 除非那個人特別吩咐 那不是八餅一銅 然後一枝就是十二銅 圓茶 即是說它的餅茶是圓的 第二點是邊都是圓的 這個邊就是圓的 就不像旁邊這個荔 這裏是直邊的 這些就叫做平底茶 還有一粒粒的釘 不是打口釘在那裏 而是它用金屬的帽來壓 一壓 那裏有個空位 讓它的空氣走 走空氣那裏 它會凸掉茶去那裏 乾了變成一粒粒釘 那這些就叫做鐵餅 擺幾十年 現在釘到頭都破了 真是鐵餅 那它就氧化得慢一點 譬如現在這些圓茶 20年就多好喝 這裏可能要25年的 每個銅裏面 就會有張手掌 或者大一點或小一點的 一張票寫著 你看這裏寫著 陳雲號 或者是同慶號 宋聘號 所謂叫做號級茶 原來這個號碼是這樣 75就是說這個茶 是1975年第一次製造 年年都可以叫做7542 四就是主要是四級大小茶葉 即是它主要是四級 即是它裏面三級茶葉 小一點的二級都會有 而原來一九九幾年之前 中國主要只有四間茶廠 每間茶廠一個名 我查書 它說一廠就是昆明茶廠 二廠就是孟海 我到時打不出 它是三點水一個很勇猛的孟字 有時電腦打不出 我寫了勇猛的孟 二廠在孟海 都是在蘭倉江附近 三廠就是下關 距離幾百里的地方叫下關 四廠就有不同的說法了 有些書說是普利茶廠 有些書給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我都不記得 那些濠級茶清末到大約1940 接著印級茶大約1953到1958 來了幾年而已 後面這些茶字紅色叫紅印 這個茶字是綠色 原本叫做綠印的 但是後來被稱為藍印 拍賣書也叫這些茶為藍印 然後有些茶 這裡寫著 雲南七枝餅茶是七三年以來左右才改 因為以前又讀到中國茶業公司 雲南分公司 這個早期的茶是這樣的 下面寫著中茶派原茶 到了七三年左右 我不知道哪一年 突然間又讀到 又改著雲南七枝餅茶 又下面加了英文 軟欄痴子冰茶 所以看到這樣讀過來 而且有英文的 這餅茶不會比1972的 1990到現在 因為鄧小平先生復出之後 他說中國不要管那麼多了 航空公司都人民可以經營 我們只要經營軍隊 治好的國家 茶葉煤都可以給人民經營 結果就由四個茶廠 變成現在一千幾百個 包裝紙每個茶廠 每年出幾十種 所以多到我們都記不到 現在我們講一下 你去拍賣 看到有一個叫拍賣號級茶 清末 現在社會上拍就算拍到 三百多萬元一餅的紅標 就是裡面把茶票 是紅色字的送兵 都未必有光水給你 通常都是1972後 好 好 這是陳文浩號級茶 這個茶 它擺了百年 成枝找到 很偶然的 這個有一個窩 這個窩怎麼形成呢 它用一塊布包著它來壓 用20公斤的石頭 在上面壓它 那個布就有個裂頂在這裡 拆了布就有個洞 這樣就放一塊在這裡 這樣來 那些票顏色又有白紫 又有藍的 有很多種的 這個送兵號 紅標即是說這張紙 這張紙不是很大的 好像一個名片 那麼上一輩子 你看看 好了 這個福元昌號 你看 票又有錦飾 又有錦飾 它裏面沒有包裝紙的 好了 這個銅慶號 你看到拍賣在那裡 就會有這個龍馬的 雲南銅慶號 搞得很出名 因為中國人經常說龍馬精神 有些在這裡有個獅子 有個獅子在那裡滾球 有個雙獅 兩個獅子 紅印那些大概是五二年 五三年才來香港 因為它有個地方是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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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有個紅色茶字 這個地方是1952年才定獻 所以不會有早過五一年的茶 然後呢 同時又有一種茶 你出alt black 然後當中中中夏的填字 有一個col來的 是綠色的 後來換取換來蠢 為何那一戰 剛才說過中 When they went to the UK 那她輔來的時候 自動加了一個月中 入餘兩個字 兩個字 有些是沒有 而是只是綠色茶 香港最初早期都叫他陸印 後來叫他淘汰才運來香港 茶商不高興 就叫他男印 這個就是五幾年的茶 你去看拍馬的時候 你看到紅印 他讀是這樣的 通常這叫送體字 中國茶業公司雲南省公司 下面有中茶牌原茶 一定是這樣的 中間的茶是紅色 五幾年來的叫紅印 然後同時張寧說 然後又來了一種叫綠印 茶是綠色 過兩年來他做了一個甲級月級 所以他們的茶商抗議 大陸就先找些東西淘汰他 拿來改名叫男印 就有甲級月級 沒有寫這個印的 就叫做男印原茶 還有一個系統這裡 又是這個就叫做美術治男印 因為他硬碎碎 是機器藍的叫做鐵餅 那怎樣分別呢 這裡是送體字 這裡是這個字 這個好像算文的公字 完全不同的 這些字不同 所以這叫做美術治 後來有時 這些會有黃色 原來是黃印 七幾年才有的 為什麼這隻茶明明 就是這隻的 為什麼會黃色呢 原來我老師說 根本是藤色 他說這些螢光 真是化學不穩定 有時候藤到白色 白色沒有黃色 那這個就是五零年代的茶 那麼這裡就說 錄印怎麼改清男印 剛才就說了 就是因為他們弄了個甲級月級 所以就叫做男印了 紅印有兩種 一種就叫紅印鐵餅 你看這裡那邊很利的 這裡有一個洞 那些釘就是 這是一個金屬的木具 它是來押的 那押它呢 那有些茶葉就在那些金屬洞裡 撕出來乾了 變了一粒釘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美術治 你看公子 公司的公字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美術治 那七幾月如果是昆明的呢 就是下關廠 昆明廠和下關廠不同地方 都當它是一個系統的了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中茶牌的 它有幾個字是簡體字的 到了80年代那幾個字變得繁體 我們現在拿著餅茶 說這餅是七幾年的 這餅是八十幾年 就看那幾個字 另外一個地方 幾百里外的孟海茶廠就有黃印了 那些黃印出得不多的 後來那個茶字都是綠色的 因為茶葉是綠色的嘛 那就有號碼了 最早的號碼應該是七四左右的 好了 這個就是七幾年代的 從這邊讀過來 你看看中國土產粗產 產字是簡體字 產字是進字是井 這個就是所謂的簡體字 七六年 這個茶沒什麼好 這個就是繁體80年代 這個茶被稱為8653 因為86年第一次出現 它的茶葉是五級大小 是第三廠 即是下關做的 它的字繁體 你看看產字是繁體字 進字繁體字 這種就是 這邊是簡體版 十七字 由中國某某某十七個字 它叫做中茶牌 前面紅印是由這裏讀過來的 叫做中茶牌圓茶 它現在沒有圓茶兩字 這些就是下關廠的系統 這個是十九字 這個是九個字 雲南某某某 這個昆明七 這些茶它通常是用牛皮紙包的 剛才我們說孟海只是用足殼包的 好了 現在這些呢 我們認為它是孟海出的 孟海茶廠 雲南最大的茶廠 以前 大概是一個七三到九零 七三年之前已經存在了 如果紅印是他做的 是吧 但外包子有英文名字的 為什麼叫小黃印 你看 由這個紅邊到這裏 紅邊大概是十八公分 餅頭小一點 又薄一點 它中間的字 周時是黃黃老老的 偶然還會白色 所以叫做小黃印 有些黃印比較大 你看到那些餅 這邊的餅 右邊的餅 由這個邊 由這個邊到這裏 它凸出了紅邊之外 它會達到二十一二公分 所以叫大黃印 小黃印茶 直徑只有十八公分 這個口字是特大的 中字是特大的 還有 如果你看那些拍賣目錄 它有時候會拍到一張照片證明 它看裏面 剝開了這張紙之後 它裏面 它除了八宗那裏有個茶字 它說西雙版納太族自治州 什麼什麼茶廠出品 你看這個出字 是上細下帶的 出字上面是小下帶 所以這叫做大小出 又叫做尖出 這個七字大黃印 很少有得拍賣 因為四十幾年前應該已經喝光了 現在還有漏網之餘 還有一盒 實在值得你出兩三萬一餅 但味道衝三四下就淡了 因為它是三分一熟 當時七十年代做屋對熟茶 做得不好 而當時是用熱精發酵的 它不只是灑水 還加少許熱 餅徑大到二十二公分 所以叫做大黃印 七五七二是明茶 小黃印沒有什麼號 大黃印有 那七五七二怎麼是明茶呢 你看這裡說明它是生茶 1975年首製的生茶 原來七六年以後 這個號碼變成熟茶 所以現在你去東莞買七五七二 對不起你小心 是熟茶來的 是誤霉金的 那這支茶 香港只發現了二百八十支 是兩萬多餅而已 嘩 外包紙的中字是否特大 你看這個中字 很大的 口字是特大 頂天立地寬些 第二種叫八五八二 八五八二 八五八二是香港藍天公司訂製 首第一年來的 侵入古茶樹大茶 這些 第二年來那些沒有 第二年那些可能有少少 第三年以後都沒有這些大業 第一年來的八五八二就是這樣 就有點大塊了 八五八二因為它是粗的泰茶葉 它的茶葉中間的膠 就算它油裂了 手上有些茶汁出來綠色 然後最後蒸它十秒到一分鐘 等待它出些汁 黏起來乾了就是這樣 但因為它的粗老茶葉 因為它是八溝 你交不多了 沒有幾多年它就鬆開了 所以你看它 大家都說七餅 它是否特別高一點 所以你看到一桶 迫到爆的 那個才是八五八二 又有一種名茶 剛才說的名茶 有七五七二 有八五八二 還有一種叫八五九二 八五九二是熟茶 另外有一種叫雪印 它的白號是七五三二 即使買茶 你要看七字 這是大小七的問題 你看雲南七字名茶 我除了看封面的包裝紙 是大口中還是小口中 或者裡面的票 那張票 因為那張票很小 它飛得起來 所以叫做票 出字是上勢下大之外 還有什麼 知道這是七十年代 或者那張票是掉了 外面包裝是沒有了 你很少機會看到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就是 整支茶 即十二餅茶裡面 會有一張票質 這個叫支票 一支茶十二餅 十二餅 是銅 1990年代 這裡寫著屎根 但你看到它有一個字 吸了一個印寫著公根 有一個紅色在這裡 到了2000年 又新痕了 不要用屎根 不要用公根 改成千克 這個2008 即是2002年第八次發貨來香港 不同年代的 我們回顧一下普利茶的外包紙 1940年以前 一直到清朝 是沒有外包紙的 那些茶就只是那個餅茶 那些叫做豪吸茶 各位記得嗎 OK 五十年代 就有這些所謂紅印了 這些紅印 這個茶是紅市的 為什麼知道五零年代 因為這裡是中中中中中 這個八中一茶 在1952年才定的 總之我認為紅印就是 五二五三來到五八 男印就是五二五三來到五八 這個美術字 這兩個都是 一個時候來的 一個就是 原茶 這個是鐵餅 這個字是美術字 所以都是同樣字 這些都是50年代的東西 叫做藍鐵 參考的好書就是這本 1995年鄧士凱先生 台灣的學者 他搜集了很多茶 回去台灣拍照片 研究了那些茶 是哪一年的 然後又寫著 趁其幾多年 19多少年 生茶熟茶 怎樣怎樣 後來又出了一本 普里茶軸篇 是講八幾九幾 二零零幾年的茶 又是鄧氏凱先生 一起合著 叫做普里茶軸篇 這本書好啊 這本書是楊凱先生寫的 傳記口 浩急古董茶資料 他找到很多清代照片 合同 那些茶樓的人 穿著長身馬 當時的照片 送聘的老闆 他跟誰結婚 拜託去找到 真是服了這個人 我很多資料 我可以看他 我學出來的 這本書又是個好參考書 但這本書現在很難買到 這個就是我了 這個是做紫砂茶壺的顧景舟 這個是香港博物館以前的館長 曾柱超先生 他稱我做老師 因為他跟我學彈七弦琴 這個蔣容 這個就是剛剛去世了 沒來的汪仁仙這幾個做茶壺 我是1980年 我二兄 我二零幾年去跟他學做茶壺 我打片子做了三兩年的 好了 今天說的就是原料 玉琴 你拍得到 全面的 也有 來自於 Gong 看到